我们今天用上种的女儿红酒跟牛肉搭配一道菜 也是绝配的一道菜 是吗 这两个东西我最喜欢了 好的 咱们赶紧做吧 这个牛肉咱们用的是牛腩 牛腩是提前咱们切好的 该问到烫碗水的 选的料也非常简单 还有一个神秘的原材 我待会再告诉你 好 现在咱们可以制作这道牛肉 好的 牛肉首先咱们今天用的没有用酱油 又没有用别的东西 这个牛肉咱做的就是红汤的 是这样 所以咱们就需要第一步 神秘的原材给它上颜色 这道神秘的原材在开始就要给它上汤对吗 对 好 现在的牛肉加入什么呢 您看这是什么 这莫非是蜂蜜 就是蜂蜜 因为蜂蜜它有点甜度 然后它含入糖分 所以在抹在牛肉上面 拌完了以后炸制完 第一呢 牛肉它的粗糙感会细腻一点 然后第二呢 能上点颜色 在炖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牛肉等于和酱油是一样的 就蜂蜜又起到了酱油上色的作用 对 而且让它的口感更好 色子也更好 对 好 现在呢 咱们把它蜂蜜呢 放在牛肉里边拌匀 均匀的 锅在牛肉上 要裹不匀呢 然后有的牛肉呢 可能是有的上色的 有的不上色 其实除了这个可以上色呀 我觉得做肉的时候 经常加一点糖 会整个提亮这道菜 所以蜂蜜也有这个提味提鲜的作用 对 所以现在以前呢 是没有糖的 咱们现在呢 是用了蜂蜜加入盐 就是很小的一个调料 能做到一个 一个上好的牛肉 最原始的材料来做这道菜 对 好 现在拿蜂蜜拌好的牛肉 上火炸制 现在就可以上火炸了 对 咱们提前做好的牛肉 油 油温已经起来了 咱们现在可以炸牛腩了 大厨 咱们这是用几成油温呀 基本上在七成 七成 也是高油温 咱们下入牛腩 主部再往下 裹了蜂蜜的牛腩下锅 是更容易炸出壳吗 对 哇 香味已经出来了 对 香甜香甜的 加入蜂蜜以后 这牛腩呢 等于它外皮呢 穿了一个薄薄的一层外衣 把这牛肉的一个鲜味 整个在锅里边了 然后炸完了以后 这个牛肉呈现了一种金黄色 我们是把这个牛肉炸熟吗 还是说 牛肉不用炸熟 因为牛肉是炸完了以后 时间长了会硬 咱们是炸在外边有点上颜色 咱们就可以了 而且有一点小胶壳就行了 有点小胶壳 大约炸几分钟呢 这个 这个三四分钟就行了 哦 牛肉再搅 因为它含有糖分 让它受热均匀一点 对 那大厨 我觉得这个味道和方法 就是用炒糖色代替可不可以啊 炒糖色呢 因为现在咱们好多人掌握不了 那个糖色的温度 这倒是 牛肉炒不好呢 这个菜呢容易发苦 所以放蜂蜜呢 第一呢 是对着牛肉 就是封这个表皮呢 会更好一点 牛肉呢 纹理 然后更软嫩 更容易处理这种牛腩 好 咱们牛肉啊 已经炸好了 就这种炸法基本上是零风险 这个厨房小白比较适合 现在咱们可以出锅 你看 你听了声音 哎呦 是 有点响声 颜色上来红韵 感觉现在就很诱人了 对 咱们下一步呢 是切 咱们的调料 叫葱姜蒜 需要大葱姜蒜 需要大片 因为做这个牛肉啊 要以此成形 出来以后中途呢 是不能打开盖的 因为选用了一个上好的 女儿红做的这道菜 如果中途打开了几次以后 这个酒香气会跑掉 所以我们就是把调料全放好了以后 对 就把它闷着 对 一直闷到 从锅 牛腩 酥软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个蒜呢 就很简单 拍一拍 对 拿刀拍一个小口 这蒜的香味充分地出来就行了 这个葱姜蒜 很大量 对 是需要大葱姜蒜 因为炖这个牛肉呢 咱们这葱姜蒜 带有几切化 也等于一个垫底 不容易糊涂 现在呢 咱们现在炒这个料 大厨 您是想用这砂锅炒料吗 对呀 这就是做一个 女儿红炖牛腩的一个绝竅 用砂锅来炒 对 因为炖韭菜的一种菜肴 一定要封烤 不能让中途跑味 就是说炒完了这个 连锅都不换 咱们直接加入咱们的主料 对 好 现在咱们的沙包里放点油 跟在锅里炒有点像 对 也是放油 等油听到有响声的情况下 把这个料 大葱姜蒜 整个放在里边 看起来好过瘾 原来是葱姜蒜味道的人 对 看起来好过瘾 所以在葱姜蒜 在炖完了以后呢 这葱姜蒜整个都烂了 然后充分的这个汁料 整个吸收到牛腩里边 这要一定要给它煸透 大约煸炒多久呢 煸透五分钟就行了 五分钟 这把它煸炒到这个葱 有点小胶边吗 对 点了一个 然后会有点变颜色 发黄就行了 然后这个香味 它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中途油少的时候 再点点这个油 因为牛腩呢 它比较吸油 所以放油的时候 也不能太过少 已经很香了 这满无度的香味 好吗 咱们这个 你看这小料呢 葱姜蒜已经炒到蒜爷子 你看蒜呢已经发黄了 葱呢 也刚才您说的 有点焦边了 焦边了 现在呢 咱把牛腩放在里边 好 把葱放好 好 这是等于 一是增香的作用 提鲜 然后呢 也是垫子里 怕火锅 把牛腩 提前炸好的牛腩放里边 这个三香打底 这牛腩蒸出来得多香 下面咱们要放 本关键的东西 女儿红酒 女儿红 这女儿红啊 其实是一种 发酵的黄酒 对 它里面还有糯米 还有红糖 其实女生喝得特别好 可以活血化瘀 去湿止痛 所以加这个黄酒呢 一定要一次性到位 中途不能加汤 不能开盖 那我们的这个用量 大约是多少 大概是三斤左右 三斤 三斤一勺是一斤 加三勺 三斤好酒 你看 这个酒啊 就加的这个位置 完全没过这些食材 然后呢 咱们调入味道 放入少许的盐 现在呢 咱们就盖这个盖 但是盖这个盖同时呢 中途是不能打开盖的 打开盖 这个酒香味 整个都跑掉了 我们选择这个沙口 开锅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入味 更好的保鲜是吗 对 好 咱们盖上盖 大约要等多久呢 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四十分钟 好极用 待会咱们的酒香气 以及它牛肉的香味 从那个小孔子慢慢渗出来了 满屋都是香味 大厨四十分钟终于到了 我们可以开锅了吧 可以开锅了 咱们做的黄酒焖牛肉 已经出锅了 咱们打开盖 好香啊 是吧 香味扑鼻 而且不是单一的一种香 对 是有混合的浓稠的香 对 没错 然后就包含了 葱姜蒜这个味道 还有一个黄酒 上好的黄酒 哎呀 这香味太浓稠了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那这道黄酒焖牛肉 我们就上菜了 我应该说 我的 lid 我以后 我应该说 我不会给你 然后呢 感谢观看